哎呀 这都不好意思 我看出来也不好意思了 你真是的 不好意思 刚才放镜子是看看自己今天的形象啥 咋样了 我都没有准备 受过情商的气质大妈来相亲 就想找个能疼她宠她的男人 那么今天的相亲对象 能够满足大妈的要求吗 老铁们别着急 我们马上开始今天的相亲 今天来相亲的大妈名叫刘亚杰 59岁李毅 大妈平时都非常忙 为了今天的这场相亲 大妈特地回家睡了个午觉 等待红娘几人的到来 大妈这就说了 不管是太极还是还是刀剑 都是靠自己自学 每天都在小区的楼下运动一番 除了试想锻炼锻炼身体 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为了交朋友 毕竟大妈在这里一个朋友都没有 原来大妈一直在长春居住 为了离女人近些 她离开老家来到了松原 买下了这套房子 大妈就居住了下来 完了我就临时买这一个房子 我就是在这里头 夏天能看见女儿 冬天我就上海南了 临时买的这个房子 对 这房子多大的呢 150平的 冬天就空着 临时买房子 怎么买的这么老大的呢 是 无所谓 那你买房花多少钱呢 花了六七十万 捐款 大妈说的很随意 又是七万都不当钱 从这里也可以看得出来 大妈早就实现了财富自由 那大妈以前究竟是做什么的 能赚这么多钱 原来在三十年前 大妈跟着前夫来到了长春 两人白手起家 一点点的赚了些积蓄 眼看着一家人的生活越来越好了 可没想到两人的感情越来越淡 后来他在外地包工程的时候就不行 我们就两地分居了 那两地分居搞工程的 你想想 他又找一个 就是世数很小的 然后 又给不少钱 就是特别特别的让人容忍不了 老人说 男人有钱就变坏 留大妈的前夫也没有例外 前夫的出轨伤害了大妈的心 不光是内心 身体都差点气出病 一气之就这一股房子都走 就是到这儿到这块就不往下走了 完了就个这块就天天就那儿 就上五楼 我长春的房子五楼 上五楼我都上不去 我的身体都到极致了 都已经都出不来 其实上楼都上不来 都气到那一层多了 受过情伤的气质大妈来相信 就想找个能疼他宠他的男人 那么今天的相亲对象 能够满足大妈的要求吗 自从前夫外面有人就天天跟大妈闹离婚 大妈亲的身体都有了毛病 也就是那段时间 大妈开始迷恋上了锻炼身体 除了强健身体 也帮助大妈走出了那段黑暗时光 至今为止一直过去了五年 她一直都没想过再找男人 但是自从离开长春 来到松原买下这套房子后 连个说话的朋友都没有 大妈觉得一个人的日子太过孤单了 于是大妈有了找个老伴的想法 长春的时候有朋友跟我玩 就是有很多 就我是爱好多 有很多朋友不寂寞 不想找 受的伤害太重 我也不缺啥 完了到这吧 我到这了四五个月 我出去坐公交车上体育场都丢了 坐公交车坐反了 到这人地两生的 就是一个朋友都没有 就一个姑娘做生意可忙 就是胜任我上哪去 一个朋友 就是都不认知 我这时候觉得还孤单 那么大妈想找个什么样的男人呢 满眼都是我 就一个男人 不管你有多大能力 你有大能力 他的心里头 百分之十的心事在你 你都不幸福 他没有能力的时候 他哪怕是小马路的呢 他百分之百的心事都在你 你就是幸福 就是无论这个条件怎么样 但是他心里都是装着你 你就感觉幸福了 要是最好 当然有共同爱好 没有也可以 没有共同爱好 我也尊重别人的想法 我这人特水和 他有多少钱 多少房子 多少积蓄 那都无所谓 就是你工资高一些 两个人花 不够了 我可以去 毕竟大妈自己啥都有 他不在意物质条件 更在意的是男人对他如何 了解到大妈的要求后 红娘想到了一位大人 这刚见面 红娘就看到大爷满脸伤痕 震惊了 哎 这脸咋的了 我说红楼昨天刮的 都刮客了 那情况都别不 看来 大爷为了今天的相亲 能给对方一个好的印象 也是拼尽全力了 还藏血呢 你都跟他不齐了 那先擦擦去吧 先擦擦 清理好脸上的血后 刘大爷就开始 跟红娘介绍起自己的情况 我是粮油只能坚持善 管质量的 业良的 就是管质量的坚持善 属于事业 属于事业 属于事业的 嗯 我工作怎么够呢 一般粮油退休都是 三千左右 啊 那你开五千 五千一百零五十 哎呀 那是不低啊 说起自己的五千多退休间 大爷非常自豪 可当红娘参观大房子时 发现了一个问题 她刚没 就 才八个月吧 去年十月十七号没了 新的 太快了 你是不是回这屋的话 还会想的 有点想的 受过情伤的气质大妈来相亲 就想找个能疼她宠她的男人 那么今天的相亲对象 能够满足大妈的要求吗 原来 在去年十月份的时候 大爷的妻子 因心机梗塞去世了 妻子去世后 大爷思念老伴 舍不得收起 前妻使用过的物品 也一直都没敢为大屋居住 想起自己跟老伴的点点滴滴 大爷气不成声 也想想一下 那些事 这要做饭 包酒吧 一般做饭 我干别是她宝货 现在就我哥 一般要是她打下手了 你看我吃完汤 我要吃完汤 我就晚上一推她刷 你现在 你有啥事都得我自己 这不是她和我 往哪里来干的 从前吃饺子时 都是大爷赶皮妻子包 现在只剩下了大爷自己 别说包饺子了 大爷几乎不在家吃饭 我一整就早些不在家吃 早些上早上菜的 一整整午往庆祝找我 上趟家吃 庆祝在这附近的 我两个亲戚都远离 大爷这就跟红娘说了 别看自己工资挺高 有车有防 但是这些都没有办法弥补 自己的空虚寂寞了 不行 这太孤单了 你看 都走 上班没 回家也救我自己 老孩子都没有 那么现在大爷想找了什么样的老伴呢 得知大爷的择偶要求后 红娘觉得大爷大妈挺合适的 于是便决定给两人牵个线见见面 那么他们彼此是互相心中的 那个他妈 我们拭目以待 他能说出这句话 我已经很满意了 当时真的我感动 好像眼力要来 画面中的这个女人 是今天来相亲的女主角 那男嘉宾究竟说了啥 让她如此的感动呢 这个梁玉学梁大姐吗 哎呀 这个上班着急又干活 我就赶紧过来接呢 看着她找不着我 梁玉学梁大姐55岁 经济收入500元 有双包 梁大姐曾上过我们的节目 并已经牵手成功了 那为何梁大姐今天又来相亲了呢 她抽烟 来喝酒 她说为了我能把烟寄她 她说酒不能寄 我当时吧 也就是挺执着的 我就是抽烟喝酒 是绝对不行的 经历了上次的相亲 那如今的梁大姐 对着另一半有啥要求呢 她就有责任性 有担当 我留点机会嘛 三万个人机会嘛 可以打工挣钱 就房州报 这些房卖的 我这钱我也还上了 不是需要用她来还 但是能考验这个男人 有没有责任性 对呀 除了考验这个男人 有没有责任性之外 梁大姐还有一个要求 还会唱歌才好呢 我喜欢听歌 我不会唱歌的 我喜欢听歌 根据梁大姐的要求 红娘给她介绍了一个 吹了几十年的唆呐 跟各种乐器打了一辈子 交道的冯大爷 那有一技之长的冯大爷 会是梁大姐所要找的人吗 这个是冯玉祥 冯大哥 你好 你好 你也接着在这里 我叫梁玉祥 一见面 两人对彼此的第一印象 都还不错 参观了一下梁大姐的家后 冯大爷产生了这样的想法 听了梁大姐对农村生活的喜爱 这让冯大爷的心力 终于消除了顾虑 接下来 梁大姐主动地向冯大爷提起了 自己欠一下的饥荒 她有点饥荒 有点饥荥 我这饥荥吧 三万多块钱 不到四万块钱 我这个钱 说那个 你能帮我承担你就承担 说你不能承担 我也不用我自己来还 此时坐在一旁的冯大爷不自声 脸上的表情也是明显的不对 那她究竟会有啥反应呢 听了冯大爷成衣满满的回答 让梁大姐很感动 梁大姐之前就跟红娘说过 除了考验对方是不是有责任和担当之外 如果她还有一技之长就更完美了 那精通各种乐器的冯大爷 会是梁大姐所要找的那个人吗 一听冯大爷有一技之长 这让梁大姐对她的好感度增加了不少 对这些东西 她是人家接触这个娱乐群 跟着她给一起 不是也挺充实的 你现在你还在那里闻 经营吗 经营不好 反正我们这行人都不担 以后自己的活还干不干 那还得看形势 这让梁大姐觉得二人对未来的生活规划不同 老铁 你觉得这两个人相信失败的原因在哪里 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 老年人相亲 你若在我身上赌上你的幸福 我保证今生觉不会让你输 注意看 这个大爷不一般 文质彬彬风度翩翩出口成章 大妈是温柔贤惠性格好 在相亲现场 大爷大妈毫不掩饰其来头 言辞中恋爱甜蜜让人欲罢不能 今天的相亲可谓精彩万分 老铁们千万不要错过这次视频 让我们一起往下看 在电视上看到了已经了 看到了吗 你好 无数会 好你好 谢谢你啊 辛苦了 王伟华王大爷上过我们的节目 今年65岁的他 生活在吉林市 一手设计 研发了激光眼部治疗仪 所以退休后的他还在原单位担任的技术顾问 上次相亲 王大爷与吴大妈 尹六岁的年龄差 没能牵手成功 这次红娘又给王大爷介绍了 一位家住浑春市的江淑华江大妈 江淑华大妈 年过六学 已离 退休金4500元 住房面积80平米 等打车过去 然后那个直接过那个大哥家 我让他在家等着 大了大了 姐大了 姐姐 姐姐 给两位正式介绍一下 王话 王大哥 你好 江淑华 我江大姐 两人初次见面 彼此都留下深刻的印象 还行 没有演员 我在电视 你看到了吗 这个演员挺好的 喜欢这个类型 还行 这个类型 肯定是属于那种 那种比较精致那种 我喜欢 你就是觉得 他这个是个个头 以及长相 是你比较中意的类型 对 我当时我个电视 我就看着这个 叫 海螺 叫什么 海地鸣的 鹦鹉螺 鹦鹉螺 我们的要质挺漂亮 鹦鹉螺 它都是成熟的 大珊瑚 真的呢 对 我说真不错 其实你介绍了一个 叫什么总统绿 这是 这是你们女人带的那个 还有一个 还有好像是接着这个 红宝石 大家都记得了 我看你这张相 这个 这个是 反正挺有纪念意义的 因为这是我在一次 开会的时候 布置完会场 我这大伙一日照张相 就这么一 它整个照片上那些个设备 都是我设计的 就是一生的心许 所以说我一看这篇财法 也是啊 哎呀 这个就是 机会的心 我们可以看出 江大妈对王大爷有特别的好感 于是 他们坐下来开始了有趣的相亲之旅 我今年是六十周岁 我退休五年了 挺好的 你看多好啊 你六十岁 是不是 差五四岁 我的要求是四岁到五岁 三到五岁吗 这不就是正好吗 正好差五岁 对了 他年龄差越小 两个人生活的默契度越高 我在那个我们是 这是人民医院 人民医院的 是人民医院 在哪儿 我们婚筑师 你是婚存的 去过吗 去过呀 婚存怎么样你去过 我觉得小城市挺好的 可干净了 她现在也是无人生活 儿子们在外地 不在身边 儿子媳妇就在 唐僧里面 我给她一家 唐僧里面生活 她是婚存的 对 她坐车 坐动车 得两个多小时吧 她离长存远路了 长存38分钟 这点 你这块 这个要仔细考虑 因为她 咱说了 她会回上家 都挺困难 一提这个 我一开始 我刚才是一个 我说我现在一个人 他哪个无所谓 只要他要对我好 我刚才去天涯海角 去天涯海角 我得纠正你这话 你这话说的不对 纠正 那我对你好 是不是 那你应该说 你对我更好 是啊 我当时 我的心里 我这么想 你对我沉 我就对你重 你又敢在我身上 我就不会让你说 哎呀 这话说的 哎呀 江大姐的性格 的确讨人喜欢 想中了就大胆表达出来 不藏不掩 接下来心直口快的江大姐 更是直接向王大哥 提出一个大胆的问题 你今天看到我的手 一眼的眼团怎么样 哎呀 这个真挺难的 但是我觉得人还挺好的 真的挺好的 打过分 这个可以是难 我也不会打的 你给他打住了 实话实说 实话实说 我真不会打分 但是 再说 不是说人 演员真要 我觉得人还可以挺好的 确实挺好的 就是他这种人 一瞅吧 就看特别有精神 精神头 精神头 开朗 心格特别开朗 你看他说话 他就能看出来 你喜欢那种性格吗 性格开朗的好 有什么 我就说出来 你像他那句 我有啥想法 我就说 这样比较好 这样的话对生活起来 那你说出来 总比别人 多个礼 跟你指劲强多了 看得出 王大哥 对江大姐 开朗的性格 也是非常喜欢 但接下来 再聊到关于健康的问题时 现场的气氛 却一下子紧张起来 身体怎么样 身体是亚健康 我现在就是 亚健康是什么 就是十年前 是个病痒的 毛病多 高血压 糖尿病 高血压 高血压 那现在呢 现在它也不高 糖尿病吧 以前 刚发咽天挺重 但是现在就 也不重了 现在怎么控制呢 我本身就是 不抽烟不喝酒 这个就把病控制了一半 然后在眼神上 我又特别注意 那现在这空腹 应该是多少 控制它要 五到六之间 他说的 它的高血压 治好了 也许我相信 但是血糖 它现在打一道素呢 对 它打一道素 我控制一下 这一点 建议 要控制好的话 它要是空腹了 六点几 六五点八 六点几都还可以 跟正常人差不多 跟正常人差不多 但是就是怕 以后岁数越来越大 会不会出现 什么问题 哎呀 都是那样的 你说岁数越大 咱们也有岁数大 你说 人啊 吃五五三两 都不可能是说 是不得什么毛病 这都是 对对对 江大姐表示 虽然王大哥 有高血压和糖尿病 但毕竟现在都控制的不错 以后再好好调理调理 应该没什么大问题 此时现场的气氛 也有所缓和 但接下来再提到 工资卡上交这个问题时 现场的气氛再度紧张了起来 别人都是让我交工资卡呀 要零花钱呢 那我不当你拿钱 那一片一交 别人交呢 那这个不能交 这个钱也不能给 因为我 饭吃吗 随便管 想吃啥咱买啥 这一碗说实在哪 确实是 工资都有 也都够 交不交 是你的事 我不找你的时候 我没有你的时候 我照样生活的挺好 对不对 那我不说为了找你 就为了 到钱 要钱 没有用 累 他说这个工资不交 我说你不交不交 要我饭吃就行 我不管 是不是 不菲利说 把工资卡卡卡到手里 我卡了工资卡还不是这个家滑吗 那他滑去呗 是不是 不是 不是菲利就是成功经济大全的 不是 不是 我不想你这么管 其实我这么多年 我一直管了 单位管 家里管 累 管累 管了 还得省心 我现在也应该找一个肩膀靠一靠 挺好的 真的挺好的 也挺开的 人家也不是说 我就是问着你钱才来的怎么样 所以我就是在讲 看人 咱们就可以谈下去 看条件 咱们不谈了 接受 饭能不能吃包 广告 现在来说我 你说你给血糖 好好控制 现在已经控制非常好 这么多年 一直就稳定 在这一只就不动了 我希望你 太甜蜜了 太令人陶醉啊 最后二人的相亲 勋告成功 好了 老铁们 有什么想法 请在评论区留言 喜欢星空的 请关注不迷路 长按红心点个赞 我们下期再见 温柔贤惠会会过日子的许大姐 62岁 在公寓做客房保洁 月收入2100元 大姐发型真洋气 发型 这属于什么趟呢 就圆美 什么 发型就圆美 喜欢的 就丑脸形化 就比像 说你们这头发 就像折尽 是好看 我觉得 显脸小 对显脸小 我脸可大了 就为了显脸小 对 红娘你瞎话 怎么张口就来 大姐这发型 就是为了显脸小啊 我咋那么不相信 我还说是为了遮风挡雨呢 在婚姻方面 前夫出轨离婚时 因为孩子前夫抚养 所以大姐啥也没有 净身出货 除了现在每个月的打工收入 啥也没有 虽然收入低 但许大姐是过日子的一把好手 我衣服从来没有贵的 我最贵的衣服 就四百多块钱的衣服 我都是 像我穿这个 都是几十块钱的衣服 没有贵衣服 我硬肯把这一千块钱 买个三套五套的 三套五套六套七套的 一套一百多块钱 八几十块钱 买这个 我多穿几套 我不穿一套贵的 我这个想法 你知道不 化妆品 我从来没买过套盒 从来没买过 我买的化妆品 都给网上买 五块的 七块的 八块的 二十块 最多二十块钱 一瓶 现在年龄大了 工作不好找 也没有劳保 就想被以后做做打算 于是红娘想到了 她是勤劳的谢大哥 谢大哥一米八五 大高个 退休工资三千二百元 五官断正 小茂一代 人群中一丑 回头率相当的高 虽然退休了 但不闲着的大哥一天 还打两份工 白天送货 晚上打惊 不得不说黑皮大衣一纯 确实帅气 虽然是房上没草 但依然掩盖不了 身上散发的文艺兮 大哥从小爱好画画 特别是油画 临摹的世界名画不少 画得也挺像样 曾经的老伴 也是因为共同的爱好 而走到一起 老伴去世后 谢大哥每天打工上班 日子虽然充实 可总觉得心里缺了什么 你找 啥你别通 我也不通 你啥 咱俩你这一心 是不能公立的 有没有的 你就好好去工作 大哥要求简单 只要一心过日子就行 那么贤惠温柔的 徐大姐和谢大哥 会擦出爱情的火光吗 一见面 大哥一米八五的大高个 瞬间就把大姐征服了 见面后的两人 彼此印象都不错 原本还担心许大姐 嫌弃是老房子的谢大哥 没想到大姐善解人意 在看到大哥画的画时 大姐觉得大哥很有才 画确实挺好 有彩 感觉是有彩 你看一分胡椒面 画画 让他消费时间还这么老 大脑活动还好 到最后老的活动 跟他平时那边 啥不及的家 大哥很高兴 大姐能懂他欣赏他 再聊到消费 过日子方面 大姐说 这个我最在行 你放心 在过日子方面是没问题了 可大姐还是有个担心 自己既没房子 也没劳保 谢大哥会不会介意 我没睡觉觉 第二天我也没有房子 也没有房子 我现在住房住 把条件就做条件 你要建议的话 然后你得考虑考虑 就是他人要好不在乎 就是他 这样是跟咱过得很塌心 就是这个 他是有房的话 有啥的话 就跟咱也不塌心 就是这个 要真是干好的话 他真有那个心 让你先让你过 就是这个 他心里不问你这口 不见说别的 但是真有房 有啥的话 跟你说 我可以说 就是这个 就像他这边 那个老板 电话说来 多说来说 一定是没有 原因都无所谓 但你要是好的话 这方面都行 也就无所谓 虽然大哥表明了态度 大姐心里 还是有些不自信 所以主动邀请大哥 去参观自己租住的小屋 然后再做决定 一到租的房子 大姐就向大哥开始介绍 我这是穿的 我那都是挂的 都没进去挂 挂那嘎子去了 看我这化妆品 看多简单 你看 没有成套的 都是这样的 这个十块 这个是十一块钱 这个 这都是五块钱一行 环境虽说简陋 但被大姐收拾的 很是整洁温馨 看着一旁的谢大哥 大姐很担心 大哥会建议自己没房子 大姐觉得大姐 把房子收拾的挺干净 利索 是个实实在在 过日子的人 而且大哥觉得 大姐这样的条件挺好的 大姐没有自己的家 所以就会更把 俩人的家当个家 未来的日子 也就会更踏实 于是俩人决定 先交往了解了解 咱们也希望 俩人有个好结果 这期到这里 也就结束了 喜欢的小伙伴 常按点赞 加关注 评论转发 我们下期见 你的钱你管着 然后大哥负责 生活费的开修 对呀 完了你再给我点零花钱 63岁 大姐来相亲 供着吃喝 一毛不拔不说 还想再要点钱 结局大快人心 来相亲的大姐 方玲63 自己有套48平的大豪宅 每个月1200的退休金 生活过得那是非常节省 你看这头啊 估计都是用烧火棍 自己卷的 我是自己交的 养老保险 才开1200块钱 自己交 对 把愿意穿 工资低 我也不买贵的 一顿操作猛如虎 工资不到1500 大姐倒是想买贵的 看一眼钱包 还是光想一想算了 你看这些衣服 夹起来才百十来块 简直是白萝卜扎刀呢 一点血不舍得出 这鞋跟啥的 穿坏了就 这都是后兵的 对对 鞋跟磨片了 磨片了就 就再去掌 后掌 对 都是后掌 这鞋穿多少时间了 这鞋穿三年多了 穿三年 那这鞋多钱了 这鞋四十块钱 四十块钱的鞋 都能穿三年 要是买个真皮的 大姐能穿到把自己送走 好听脸就会过日子 不好听的就是蚊子放屁 小气 这是你全部的化妆品吗 对 这就是十块钱一瓶的 这个是保湿的 这个是粉底 这些都多少钱呢 加一切才二十块钱呢 加一切 对 这些样 一样两样三样四样 所以口红是两块钱买的 这口红两块钱买的呀 两块钱的口红 大姐你是真敢用 中间商都不敢来赚差价 节省的同时顺便结个命 这么会过日子的大姐 想找个什么样的老伴呢 最重要的主要是身体好 身体好 他一个有房子的 有劳保的 完再一个就是说的 就是三观一致 那个志同道合的 三不三观的无所谓 对方有钱有房有劳保就行 家住不远的毕大哥完美复合 直接带着来见一面 这个是毕耀明大姐 你好你好 这个是徐国鳳大姐 你好 放个手了 认识的就是圆满 是 反正第一 最重要的第一步就是看演员 看演员去光过没过 过了 哈哈哈哈 全开了一百 一百二百 一百二百 还是很厚厚的 光大哥那脖子上的金豆子 那演员能不过吗 这么粗的金项链 大哥指定有颈椎兵 婚姻状况是离啊还是 离多少年了 21年 2025年 那在中间再找没找 没有 比石东那边上班啊 什么单位挺行啊 金领探索 长得不上 金领探索 说句难听的 知道的是你俩来相亲 不知道的以为是母子相认 大姐看到金链子 高兴的嘴都喝不上 马上就说了自己最关心的问题 那假如咱俩要是能 能结合的话 能成的话 那你在经济方面 就是打算怎么规划呀 为啥你的钱就不能动呢 留着一千二 多买几只口红 努力早点把自己送走嘛 他能说的 两个人的钱放在一起 花不信 我不赞同 那样的 就是 我不能去当免费的保姆去 从我这些钱的方法 就 人家 打一口 给我心 给我这种 谁让你去当保姆了 大哥要是找保姆 那不得找个红娘这种级别的吗 供着吃喝在一起一分钱不出 小母牛做火箭 牛上天了 那大姐就是 你的钱你管着 然后大哥负责生活费的开修 对啊 完了你再给我点零花钱上来 还要点零花钱 那大姐是多少 看人家 人家咋想的 大哥咋想的 大哥想的铁工系事主还是吵 不问你要点就不错了 供着吃喝再给你点零花钱 你要是长得和想的一样美难也行 晚上出门不开灯 能把花给吓跑 来相亲钱 没照照镜子吗 你自己有钱你还要零花钱呢 那你说 就是以后有点啥事的 买点啥东西啥的 那总去管他要钱 你都买啥东西 你这么几天就买啥东西 那您到老了 就是吃药这方面 这是个大问题的 不得有医保吗 我的医保不能买药 我是社区教的 其实我这么觉得 感觉这东西在处 你知道吗 啥东西 是啊我也是 那处好了还背不住说 我对我一份不要 我都给她的 就是我愿意给 我画她 我在她身上画多少 我都愿意 这是处好了的情况下 听姐一席话 懵逼三分钟 大哥听到大姐 这样的还想要钱 那手摆得比拨了骨还快 看着你刚才 刚才这个手势 这手 给我暗示 对对 怎么不再多了解了解 大哥哪 还敢多了解了解 要是真成了 不知道的还以为大哥认了个后忙 两个人在一起就要都付出 哪能是光花大哥的钱 我说 我俩都 没有那个 电影员 所以 就出个朋友 行可以 公你吃喝再给你开工资 你单纯进庙里当菩萨吧 夜里睡觉吃猪头肉 你这一天到晚竟想好事 关于这次的相亲 你有什么看法 欢迎评论区讨论 长按点赞支持一波 关注我 天天带你乐喝一下 不要失惊 不要意外 这就是在咱们老年相亲的正常节奏 就算大爷把话题开上了高速公路 大妈照样脸不红心不跳 直言都是长江里的石头 经过大风大浪的 聊这些都正常 真是小到拉屁股 着实往我开了眼 俩人一个敢问 一个敢答配合的还挺默契 今天这位保到不老的陈大爷 今年78岁 退休金每月4000元 有房 别看陈大爷表面乐乐呵呵 实则也是个苦命人 七年的时间礼 妻子和两个宝贝儿子先后去世 要不是大爷心态乐观 说不定早就跟着去极乐世界了 可是面对周围邻居的恶言恶语 大爷也开始怀疑起了自己 看活我都不能找 大儿子特别相信 上哪都领着我呀 我老儿子都是呢 老儿子死得更早 愿他隔夜有病就不看 我不是我说他有啥意思 大哥你是两个儿子 两个女儿 然后两个儿子都不在 我老儿先死了 跟他妈死不及 不到一年 你说怎么 把我答应 别说了 人生就像打电话 不是你先挂 就是你先挂 想开了的陈大爷 如今日子过得很是潇洒 既然没有办法往回 那就硬着头皮往前看 好吃好喝 过完下半辈子 我一顿吃四顿饭有时候 下晚睡觉还得吃得又饿了 我都多着那多着吃 一天吃四顿饭 那没有准零食 你爱吃点零食 哎呀妈呀 看看 哎呀 这个是啥饼干呢 牛奶饼干 很好吃 牛奶饼干 还有啥零食呀 饼 饼 饼 因为没了牵挂 大爷平日里的生活非常大手大脚 当然多乐了 不如重乐了 等有了老伴 对老伴也也不能差了 既然提到老伴 那就赶紧说说 对另一半的要求吧 找这个女的吧 你得疼我热我 还不吵我要钱就行 一个呢 我养活他 根据大爷的词偶标准 红娘带着大爷就找到了 今年七十五岁的王大妈 大爷姓陈 我姓陈呢 姓陈咋的 我们家老头也来不姓陈吗 哦 哎呦 这还出来挺有缘分的 然后大姐姓王 他叫王宝玉 对 握个手呗 说吧 你好 你手挺热乎 有儿疼啊 有儿疼啊 我没儿子疼啊 哈哈哈哈 别看大爷长得跟矮冬瓜成型似的 老伴妹子来还挺得心应手 一见面这小手就拉上了 当然这不代表什么 原来俩人都是表面客气 实则谁也没瞧上谁 你对大姐见面之后 你觉得第一眼圆咋样啊 一大姐 你看大姐家的房子咋样 房子行 这个咋是她房子行 可惜 可惜 这个咋也太小了 跟有五大郎一样 我一静我一看 哎呀这哥太小了 扯了半天 竟是八个外博坐一桌 谁也没瞧上水啊 当然这也不会影响相亲的进度 毕竟相比外表 内核更加重要 一落座 大妈就欣喜赴败堂 不留脸面 直接拿大爷的个头开涮 不是你是不是小时候有毛鸣 你小时候是不是有毛鸣 我有啥毛鸣 那你为啥没长起来呢 那 说那没用 干活累的呗 你这鸽子还没长起来 干活累的 纯粹真干活累的 你来干啥活的 这一村整大木头 这家都两块两块的 村子了 我七村又到家 你信他 我老子一巴掌 我家二巴掌 我就给我老家养大 那你爸你妈呢 死得早 哎呀妈呀 哎呀 要不能给我老家 面对大妈的冷嘲着疯 饿喝的陈大爷压根不放在心上 直接拿出小男人的气势 成功压倒大妈 通过一去一回的沟通 大妈也重重看出了大那个脾气 看着大妈还不服大爷不高兴了想当年上过山打过虎 少林寺上练过舞 走过南闯过北还跟富婆亲过嘴 今天要不拿出点真本事 还真对不起自己这些年烫过的水 来吧 你喝 我去搁这 来 拉个干啥 这我都不服你们 这年轻上我都敢 就把我拉个我 我就喝一个手搁这 爸的实力让大妈心服口服 对大爷更是没了脾气 经过这么一回合 大妈对大爷的好感度直线上升 既然对彼此的感觉都还不错 按流程也该唠唠钱 该怎么安排了 钱咋说我的工资怎么办 那你说吧 我说 我 我说我不给你 我养活你 不给我 不给我 你现在别的负担啥都没有 没有 我去俩姑娘我有啥负担呢 我也不管他他也不管我 那你还留心眼啥意思 我留啥心眼啊 那你钱你支配 那不是你留心眼吗 我去了你的 供你吃供你喝 是开销剩俩我 我去留着 给我这呗 你说 对不对 那我 我夸多想赚钱 那是不能 你想把钱 那是不可能 别看大爷长得小 气势却不小 大妈都被震的一露露呢 直言虽然不上交工资卡 可以接受 但是想一毛不拔 那绝对不可能 你那么的 我跟你说 你呢 如果你当家 这些一切事 我啥也不管 行吗 完了 你一个月呢 你 你给我点零花 搓你我帮你嘛 给你多少零花 你先说说价钱 给一个税吧 一千 那办不到 一百块 那些些 给多少 五百 还不够你零花啊 行 还咋的 行 不咋的了 就给你五百月月 月月开支 开完支就给你 我的一切费用全是你的啊 那说啥呢 一般经济问题说明白 这相心离成功也就不远了 看大爷说了 这只是翻过了雪山 一会还要过草原呢 孩子 你也过了一年 俩人不到一起吧 不再喝的 俩人非得给一块睡觉 他干不干呢 那我需要他不干 那我能喝再来吗 你也过了一年 你就是有比方说 夫妻生活方面的需要 啊 担心他的不同意 对啊 担心这个 是不是啊 对啊 那你看看 那他才不干 我找你有啥 去唠唠嗑啊 厉害了我的爷 这岁数的经历 还这么旺盛呢 而大妈的反应 却更让我意外 直言不管什么岁数 都需要干柴与烈火的交融 不需要找老伯让妈呀 那你我还那么说 一句话包了了 那我还得 非得明说 那 就是 就是对于夫妻生活方面 大姐就会回答 你满不满意 可以 她说她同工了 她说那还用说 那有的人 那你都不行了 走这个点的 他还还小 他挺能的 能的那咱也不能 你既然是夫妻了 咱不能不让人那啥 咱就说实在可 一般人还是说尽量算了好 没想这大妈也是老年级的高手 奉劝大义忧着扁 别在这吹牛不打草稿 到时却被大妈给扎成肝巴喉 两个重要的问题谈妥后 随后两人又落起了 关于这异地链的问题 咱俩行了 能来上我那儿去 能来上我那儿也行 所以俩人是蛮好 算你这儿也行 两头住也行 那都随你一遍 还这样感觉愿意 行 那没啥事了 你这回家 像长寿溜达溜达 住几天 那不两头家挺好的 行 我那也不住也不无的 是 一切问题谈妥后 两人的相亲终于圆满成功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啊 如果你也喜欢小弟分享的视频 那就动动您发财的小手 长按点赞三秒钟 咱们评论区一见 他的老伴刚去世 老伴去世多长时间了 今天二十三天 到今天是二十三天 我们俩生活的是 五十三年 六百三十六个月 一万九千三百四十五天 没打过仗 没吵过架 忽然间没对骂过 都没红过脸啊 我们俩感情特好 大爷今年七十四岁 和老伴生活过得点点滴滴 走过得分分秒秒 他都记在心里 老伴才刚走了二十三天 可为啥大爷就火急火牢的找老伴呢 而大爷给出的理由 你不看到最后一定想象不到 大爷有两个有出息 而且非常孝顺的儿子 给大爷买了一个一百二十平的房子 对于大爷在找老伴 儿子们还是有点想法 提起我这儿子吧 都挺优秀 但这回吧 我这儿反了他 我这儿子 现在开始就是 没让我找后老伴 咋说的 儿子 说时间太短 老伴去世多长时间了 今天二十三天 提起刚去世的老伴 大爷不免又落下了伤心的眼泪 大爷和老伴感情特别好 再次提起去世的老伴 大爷又没忍住悲伤的情绪 所以我也特别怀念我这个老伴 他有病五年 全身我叫我吃过 五年前大爷的老伴不幸患上了脑梗 导致全身的零件都不好使 从此握床不起 大爷是没白天没黑夜 这五年如一日的伺候着 一天是两顿奶 两顿过这儿三顿饭 我估计他就在为他起诉 另外他拉脚散尿 他有便 都在这床上 都在这床上 根本动不了 没照顾过病人的 可能体会不到 其实真的是一件 非常特别辛苦的事 长期的这种生活 大爷整个人都给整抑郁了 为了能摆脱这痛苦的压抑 为了早日摆脱心里的孤独和恐惧 大爷决定想早一点忘记 曾和自己朝夕相处五十多年的老伴 来缓解自己的精神压力 看来大爷很看得开 人既然走了 留下自己太孤单和落寞 为了能有一个幸福的晚年 那就早一点忘掉就行 寻找自己的心爱 红娘了解了情况 马上就想到71岁的崔大妈 大妈退休金两千五 有房无负担 丧哦 大妈说起去世二十多年的老伴 那已是眼泪在眼圈里打乱 那些我就记得他一跟我说 要有来生啊 我还跟你 还有来生啊 大妈的前夫是个文化人 从来不说脏话粗话 俩人相敬如宾感情相当好 丈夫的突然离开 心里充满了留恋也不舍 哎呦我心里的心子 他还跟我俩不没过够吗 我也没过够 那些我就心里的 把我这收银给他点 一晃二十多年时间过去了 自己也上了年纪 就想找个身体好的 能互相有个照应 我挣了点钱也够花 咱也不想花银去的 我就心里找个伴 我们俩互相陪衬的 真我不是说我咋富有 凡我也够吃够喝的 现在就缺个人陪伴 红娘也不墨迹 很快安排了俩人见面 她大爷漂亮漂亮 漂亮 这一身可多壮了 是不是啊 给我漂亮 给我漂亮 哎呀 哪都那么说呢 那姐大哥咋样呢 你大哥也挺漂亮的 哈哈 俩人对彼此的演员都很好 好的开始不就成功一半了吗 大爷更是热情的给大妈扒起了香蕉 香蕉甜不甜 甜 香蕉也是甜 也是吃甜 吃在嘴里甜到心里 一句话表明了大妈的心意 大爷一听 最时是小母牛坐飞机 美上天了 他就说明他对我也有好感 是不是 他心里高高兴 高兴了 当然高兴了 但不高兴 大爷是实在人 主动交代了自己老伴 刚去世23天的事情 毕竟一般人不理解 不知道大妈是啥想法 我老伴去世今天才23天 才去23天 23天 算今天 啊 算今天呢 老伴刚去世 大爷这么快就急着找老伴 生怕别人说他不正经 心里也充满了担忧 我担心他人家怀疑说 你这个男的他 换句话是不是有点不正经啊 是不是啊 你怎么就那个老伴刚死 你就开始就找了一项 老伴去世后 熟悉的环境 总感觉看的啊 都好像有老伴的身影 整个人都快给整一遇了 我越孤单 我越想他 大妈听后非常理解 特别理解大爷此刻的感受 因为俩人是同病相连 哎呀 我太理解了 23天和23年 都是那个意思 反正时间长短的事 都是拿人心比自己患的 23天和23年 只是时间长短不一样 但是痛苦的感受是一样的 大妈非常善解人意 还说只有精力了才能感同身受 没经历过的根本体会不到 我一说我的脑瓜皮都舒服 我告诉你 谁没摊着这事 谁不知道 对对对对 架不住膜呀 那你看你这个死23天 我这都死20多年了 你看这也比 哎呀 都是孤单嘛 他跟我一样呗 大妈说 年轻人不懂也体会不到 这种孤独和压抑的感受 相同的经历 两颗受伤的心灵 瞬间拉近了不少 听这疏伤多了 有的时候替你解仇吧 五年了 终于有人跟我俩落执行课 童年代的人 共同的话语就是多 大爷大妈都打开了话匣子 聊着聊着就聊到了童年 两个人有说不完的话题 共同的经历 一样的童年 都是几十年前的往事 红娘看着干着急 根本就插不上嘴 最后还是红娘把大妈拉了回来 大妈心里特别高兴 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 大爷听完非常高兴 对大妈是一百个满意 俩人是越聊越兴奋 越聊越合拍 为了表明自己的诚业 也情不自禁地许下承诺 咱俩也真疼了 吃饭我包的 家务我也包的 家务我也管 大爷这场样的话 大妈是笑在脸上 乐在心里 非常软心 俩人是越聊越高兴 无话不谈 大妈脸上也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跟我还挺高兴的 但道上的规矩大爷都懂 于是就主动询问了大妈还有啥要求 正要 Churchill成功了 大家还是快得快得就解婚了 你看你要点什么彩礼啊 我啥也不要 什么首饰啊 我首饰啥都有 我试完不要 咱们不是那个家庭的 也不是那个 现在也不是那个社会了 大妈说了 找老伴是因为这些年 我太孤单了 咱可不是为了钱 走在一起是缘分 一起走了才是幸福 大姨一听大妈啥也不要 不安分的小心啊 那是小路砰砰乱撞 看出大妈也是真心过日子的人 非常感动 我都不是为了钱 我就因为这些年 我太孤单了 接着大妈问大爷会不会做饭 大姨一拍大腿漏了 满汉全息咱不会做 四菜一趟那是没问题 但是太尖端的不会 就是咱们所谓的农村 咱老百姓就是大锅饭 大锅饭大锅菜 谁成天溜炸的 别说做饭了 所有的家务大爷全包了 以后就给你做专职男保姆了 你就坐在沙发上 等着享福就行了 咱俩也真成了 吃饭我包着 家务我也管 太好了 家务我也管 太好了 男人喝到三分醉 演戏演到你落泪 大爷是一米六的个 两米一的气场 这卡卡一顿说 可算是说到了大妈的心坎里 我们俩要好好活着 还能活着十个年 这不有个伴吗 这二十多年没白等 缘分天注定 爱情来了党都挡不住 既然不可渡的 那就全部心然疾痛 可现在还有一的问题 需要俩人去解决 毕竟大爷的老伴刚去世才二十三天 咋过儿子这一关呀 为此大爷倒是想了一个办法 天都快要黑了 俩人仍然是意犹未尽 于是大妈就邀请大爷到他家里做客 第二天一大早 小雨也挡不住大爷爱情的脚步 提着好些水果 还特意给大妈带了一袋大米 还有两盒暖心的酱鸭药 大妈也是早就买好了面条 准备给大爷做有象征长久的面条 吃饭的场景也是十分的温馨 大爷再一次品尝到了爱的甜蜜 我跟你讲我都太十足了 太十足了 嗯 好 你还是比一只香 香 那就祝愿大爷大妈 早日不入婚姻的殿堂 有一个美好的幸福晚年 好了 关注我带你围观有趣的乡亲 谢谢你的陪伴 我们下期见 我想要五千块钱 那能承担得起吗 乡亲大姐太敢要钱 见面张口就是五千块 吓得老头不敢说话 大爷方龄七十岁 做饭种地他都会 一夜工资五千元 小日子过得还挺甜 大爷可算是把种地给种明白了 这些蔬菜绿色又未生 辣椒炒豆角 隔壁的小孩都惨哭了 一边种地赚钱 一边还能供孩子上学 那是拉屎好草一举两得 那个毕业了考研 要考研 那我说行 你能念到啥程度 就供道你啥程度 我说那个爷爷 你不怕花钱 只要你学就行 他俩一年就得四万块钱 上学 虽然是对孩子们百般疼爱 但是大爷明是礼 对另一半绝对亏待不了 生活方面就是 既然我说你了 我就能养不起 对孩子方面你得体谅 起码来讲 孩子有些事的话 你不不去这个说计 你可以跟我说 现在六十多岁都有这个姑娘儿子 孙人弟女 他怎么相处的话呢 他自己处理不好 那是他特别问题 能处咱就处 处不好 你自己找原因 我能包容他 比如说孙子 和你未来的老伴 中间要是发生了点矛盾 我首先我得说孙子 因为啥呢 孩子小 完了你 我再一点点 跟他做通 这大爷医生的正能量 谁要是跟了他以后 绝对是享福了 根据大爷的这情况 红娘找到了家住不远的王大姐 大姐今年六十八 发型整得挺腐化 身高不到一米六 剩下的全靠头发凑 大姐这头发里面 少说藏了个三十一厅 不去走个时装秀 都对不起整的这个发型 就是不知道 见面大爷能不能顶得住 这位叫杨凤逸 然后这位叫 杨大哥 王秀杰 我姓王 阿姨腿脚不太方便 咱上家里看看 走吧 我可以安着点 咱就说大爷多有眼力劲 看到大姐腿脚不好 马上过去搀扶着 一点都不嫌弃 说不定还能感动一下大姐 一会能少要点彩礼呢 外表长得挺好 你那点残疾吧 我不说外面活不懂他 所以说我对他印象那个 就所说的演员 究竟他有没有怎么 我对他印象挺好 还行 因为都七十来岁的人了 他不像年轻人 真是人的 丑子挺实在个人 这么大岁了 最说最起码的 他能就是说 能拿我当回事就行 你还别说 王八丑绿豆 那是对上眼了 大爷刚坐下 就迫不及待的闹了起来 我的一生 你反正不耍钱 不喝酒 不出烟 爱好就是能吃 这不算老爷 但是你也想找个另一半 我你不需要他除外边了 干多少多活 就把屋 俩屋熟拾熟拾就行 做饭我能做 大爷的意思很明确 来到他这 你除了喘气吃饭 啥都不用你干 叔叔不介意阿姨的这个 从他这个长相 我一点不介意 因为确实 从长相外表来讲 因为他这都属于天灾 这反正你过去就过去了 这么多年也活过来了 情人眼力出西施 大姐靠着自身的魅力 给大爷迷的不要不要的 王姐看着机会都成熟了 现在不要彩礼 那更在核实 我想要五千块钱 你要是不如情况不允许 情况咱再商量 要想结合在一起 我都有余地 不要以为顶着机关子头 就把自己当凤凰了 你这狮子大开口 整的大爷都坐不住了 你是指这个一个月五千呢 还是这个怎么个意思 那你得再说明朗一点 一个月你得给我多钱 就是说我要了五千了 你看你能给我多钱 一个月五千一年 多少钱呢 六万 那能承担得起吗 大爷小学三年级毕业 刚算出来养着你一年就要花六万 吓得都不敢说话 老年人相亲都这么疯狂了吗 大姐这是想着下岗再就业 还是一心搞兼职呢 既然凡事都能商量 大爷侃侃价不过分吧 因为我看中你这个人的 也挺诚实 你要的呢 一年我给你两万块钱 穿袋的话 那扇盖的话呢 都得我花 花一天 去这扇扇盖 花个五百六百 不也得我这套吗 我也不能说 老王啊 看看你拿着点来 这个我还绝对不能那么干 对对对 那一年两万块钱 我能承受 我能答应你 你要是看不行的话 我也不能再干啥了 两万五万 哎呀我呀 别磨叽了 行 我就回家跟孩子商量商量 知道的这是乡亲 不知道的还以为菜市场买菜呢 一年两万五 苍蝇再小已是肉 大姐这波操作怎么也不亏 我真是想有个保障 因为什么呢 我没有劳保 因为我想跟的 我就不瞒子 真是有个天灾病业了 咱们是不是 你这没有我这还有 咱不能先出去 先戒指去看病 我真就这么想的 说我要点钱 你这有的也是大爷给你的 不挣钱哪知道干活不容易 不要以为用爆米花机 绷个爆炸头 就能随便要价 看着大爷埋头不敢说话 大姐也为自己争取一把 马上打一手感情牌 我有糖尿病 我得买药 这我手头有钱了 我就不用说 这干大哥 这干没有钱 我自己有钱 我可以随时随地 让谁就去把药给我买回来了 因为我想和你在一起 我就得把我的 这些情况说出来 你要能接受呢 那就是咱俩就好好在一起 就过到老了 大姐说了 其实自己就是想要点保障 毕竟今天出门订的一个小目标 就是有人掏钱给自己治病 手里有钱过得踏实 要这个钱是想留着给自己买药用吗 对呀 因为我有糖尿病 这不说还行 一说大爷愁的那抬头文 都能当搓衣板了 腿脚不好先不说 你身体还不好 但是大爷是个真男人 自己相动的 哭着也得接受 一个月打针得多少钱呢 糖尿病 那不知道 因为啥都孩子买 究竟是多少钱 你不知道 一月我给你2500块钱 买药的话咋俩去花你的钱买 你穿带我给你买 叔叔的意思是 这2500就都包括你打胰岛素这个事了 因为要是还给你2500 然后再额外再负担你这个胰岛素 再负担你的日常生活 其实对于叔叔的压力也是挺大的 我就是怕不 那就得花我这2000块钱了 大姐你是不是在逗老头玩呢 刚说完打针不知道花多少钱 一听到每月给2500 马上就说不够了 给你掏着工资养着工的 还要单独令掏钱看病 你要是长得和想得一样美难也行 但是偏偏大意就是被爱情冲昏了头脑 啥事都好商量 终于打黄盖 那是一个愿打一个愿安 大姐能摊上这个老头 做梦都能笑醒 关于这次的相亲 你有什么看法 欢迎评论区讨论 长按点赞支持一波 关注我 天天带你乐喝一下